大家都称她为红太太 五十年前 红太太这个称呼 红透了上海的社交圈 谁家孩子办汤饼会满月酒 婚嫁 喜盐或生日聚会里 要没有红太太再喜 那就算不上是一席尽善至美的盐宴 一九四九年后 一度红太太三个字 有点像是从张木箱里翻抖出来 散发着阵阵呛人的张脑玩味 不过在一定范围内 比如上海几户有数的大户之间 还是很有能量的 一直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之 在上海自有一个快乐的圈子 不管外面刮风下雨 只要你饭吃三碗 闲事不管 仗着政府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 笃定可以今天吃国际饭店 明天吃红房子御佛寺 不会有人干涉你的 那时节红太太是最活络的 各大酒店宾馆的公司方经理 都与她相熟 且她天性热心 半个红白盛宴 由她出面主持定作 真正是嘎嘀紫维 菜肴特别 大不一样了 我第一次对她有印象 是我十岁生日那天 我在家里排行老酒 小名叫九九 爸爸妈妈都在美国 当时嫌我太小 出远门爱手爱脚 岂料后来局势大便 就此把我留在上海了 跟大哥大嫂过 大哥比我大二十一岁 经常开玩笑 讲她养得出我 平时倒也像疼女儿那样疼我 长胸如腹嘛 我十岁生日那天 大哥大嫂 替我小小做了一下 不过多烧了几叠菜 吃点面 那时节 大哥大嫂 是比较注意影响的 他们不好跟红太太比 她反正是资产阶级太太 大哥大嫂不管怎么 总归是有工作单位的 该注意点 因此 不过请几位 还留在上海的兄姐 吃顿普通家宴 刚刚就席 酒还未来得及真 外边有人庆灵了 同时响起活泼泼的 甜甜的一串嗓音 哎呀 来逃碗长寿面吃吃呀 哟 红太太 大嫂惊呼一声 一推椅子 忙忙窜到房里 去重整怡戎了 哎呀 她就是这样周到 大哥忙不迭地去开门 姐姐嫂嫂们忙着天晚加快 一片忙乱 现在回想起来 这位红太太在我生活中的第一次亮相 与《红楼梦》里 王熙凤旁若无人的笑语道 我来迟了 没得迎接远客那样的亮相 很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声音是那样自信爽朗 且有股自来熟的味道 哦 红太太 哥哥姐姐们都站起来迎着她 哎呀 还好 赶上了 红太太一边脱着白羊皮手套 一边说 她头上裹着一条彩格羊毛方巾 长长的流苏随着她的动作一扭一摆的 为她增添了万解风情 开斯米长大衣一脱 里面则是一袭枣红夹旗袍 一只亭亭玉立的金线凤凰 秀在旗袍前身光彩夺目 在五十年代 这一身打扮遗书少见 何况我们这种小孩子还没见过大世面 猛一下冒出这么个华装美人 把我看呆了 她在我身旁坐下 把一只红风包朝我手里塞 红风包上贴着金灿灿的瘦子 因是繁体字 我惊一下认不出 当时市场上 已不出售红风包了 红太太讲 这是她自己用红纸糊的 瘦子也是她自己捡的 红太太 久久啊 小宁族撒你 还有你破费 真过意不去 大嫂已换好妆出来 虽然年纪比红太太轻多了 但还是黯然失色 整间屋子 就只看见那圈红的和金的色彩 那么夺目 却又不刺眼 哎 我和红先生 与你们爸爸妈妈 都是老朋友了 久久刚出生那天呢 我还到医院去看过来着 久久刚刚出生的时候啊 就是眉清目秀 不像一般小毛头 眉目糊糊一片 护士小姐把她抱进来呀 通红通红的小粉团一样的呢 她有声有色地描绘起来 把我听呆了 当初你们爸爸妈妈 准备过一阵来接你的 现在你看 你了要相思能隔膜秃能了 可怜你娘不在身边 因此啊 你哥哥姐姐过生日我不管 久久做大生日 我是要来的 就替代一下你们妈 敬你一杯 祝你啊 长命百岁 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酒席撤下后 哥哥姐姐们放上一张 送你一朵玫瑰花 这是那时挺实行的一首 新疆民歌 姐夫们和哥哥们 都拥向红太太 起料她眉头一皱 夹着香烟的手 优雅的一盏霜 来一张 平克劳斯背的 阿拉罗芬妮 喜欢听老歌 但那缠绵撩人的歌喉一出来 她把烟一割 就开始偏然起舞 只见枣红的旗袍开刹下 两段线条起伏柔和的小腿 时影时线 我真希望自己快点长大 拥有她的一切 活泼 可爱 和美貌 客人散尽时 我掏出她给的红风包一数 四十元 那时的四十元呢 好大的手面 也只有红先生攻得起她 大嫂折了下舌头说 她记性真好 怎会记得久久的生日 而且记得是十岁大生日 她呀 她就靠的这套本事嘛 大哥说吧 又同情地说 哎呀 她也是命苦啊 要是生在好人家 读书肯定也是好的 这样聪明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红先生从前做生思生意 到红太太跟了她时 已是十分发达了 红先生原是有家小的 但又在西区 租了状小洋房 与红太太一起过 出出静静 带的还是红太太 因此大家也就认定 红太太为红太太了 只是人前人后 少不得有些不大好听的话 至于红太太真正的来历 别人不得而知 连红家的房间阿姨阿菊 也只知道一个夜里 她拎着只白皮包 跟着红先生过来 就此不走了 据说红太太烧的一手好菜 把个红先生调理得雪白滚状 几乎一夜之间 红太太的名气就叫出来了 梅兰芳 周璇 都是红家客厅的座商客 一度 红家真是天天高棚满座 这个红太太 好像也就是拎着只白皮包 独独地走进社交圈 有了她 红先生的生意 也做得更大了 第二次见到红太太 我已读高中了 在红先生的丧事上 大哥是我们 红家的当然代表 我呢 大概领受过红先生 四十块的受礼 因此也把我拉去了 大练在万国殡仪馆 政协和工商联 都有领导同事来参加 一进门 远远望去 就看见红太太 穿着一身 黑塔复仇的窄袖旗袍 一双在当时六十年代 十分流行的尖头黑皮鞋 身子虽有发福的迹象 但那婀娜的腰肢 使她依旧风度较好 她从容不乱地 周旋在来吊丧的客人之中 该招呼的招呼 该点头的点头 那眉心硬压着的悲怯 使她更显端庄高贵 发往扣着的浓浓发际上 别着一串洁白的白兰花 更显优雅 她的目光一触到我们 茫茫迎了上来 哎呀 九九啊 成了大姑娘了 她柔柔的声音 使我忘记了 这让人生里死别的场所 带来的恐惧 你们是隔了一带了 带夺小黄花吧 她白嫩的手 替我把黄花 别在衣经上 然后开始讲起 红先生的种种好处 讲得伤心 就用麻纱手帕一脚 失去眼角的泪痕 比起在一边 痛哭嚎叫的大太太 倒是更显得有教养 更像是名正言顺的大太太 然而 毕竟是像 到了大炼正式开始 她则及时像地躲在一侧 不失身份地伤心着 这下红太太苦了 宾客们在下面 窃窃私语道 是啊 红先生嘛 人惊讶 她肯放心把家产 放给红太太 自然放在大太太那里保险了 现在红先生两脚一身 话也没聊一句 红太太苦了 听着这样的话 看着这漂亮的一身黑的红太太 使我想起日出里的沉白露 红先生一故 我们风家与红太太往来很少了 哥嫂眼里 她毕竟是路子不正的女人呢 转眼我二十岁生日 还是一桌只有自家人的便宴 席间想起十年前的热闹镜 不禁又想到红太太 我责怪大哥太势力 他却讲我不懂事 正在争执不休 有人窃窃地敲门 来人是红太太的女佣阿菊 一个三十上下的少欣阿姨 她提着一只红框七切 里面是一只欠宝鸭 鸭身贴着一个金灿灿的瘦子 同我十年前得到的一模一样 红太太不舒服 拆我来给九九小姐倒个喜 菜是自己烧的 阿菊背书般说 看来是交好了的 大家向阿菊打听红太太的近况 她支支吾吾地说 房子退掉了 红太太自己留下二楼 带阳台一间和一楼厨房给我 我们两个人住够了 蛮好的 蛮好的 再会 再会啊 然后逃一样走了 于是大家开始端详起 这只色香味俱全的欠宝鸭 当时正值三年灾害时期 这样一只鸭子 在黑市上起码要 正在感叹 吃红太太的东西罪过 大家又分析 此鸭子不肥 岂可能是阿菊排个通宵 买的佩鸡呀 这样一来 顶多两块安地的死体 但因着烧好 又拆人送来 似乎又不止两块安地 但毕竟里薄了点 因此她不出面了 哎呀 真正是能干的女人啊 大家一致夸奖着她 不久 1966年刮起大风暴 大家自顾不暇 更顾不上红太太 过了两年 外边相对安定点后 一次偶尔走过红太太家 我无意抬头望望她的阳台 突然发现 那窗帘布 还是我熟悉的 鬼使神差的 我就往楼上跑 一个穿着印有安全生产字样工作服的汉子 拦着我 粗声粗气地问 你是哪里的 找谁啊 我后悔不该踩进这门 看光景 这人像是文工武卫的人 我抖抖索索地说 找 找 红太太 话出口 又后悔了 这样的年月 还称 红太太 该讨骂了 不料 她仰头喊了一声 红太太 有人找 说完 就带我上楼了 哎呀 久久啊 红太太惊喜地迎上来 激动地擒着泪花 那样的年月 一个真诚的拥抱和叹息 是多么难得 我竟扶在她怀里哭起来了 房间里 仍然摆着一堂法式家具 只是镜子上 贴满领袖像 这是当时保护镜子的最佳方法 阿菊送上茶来 我刚说了声 谢谢你阿菊 红太太急轻声纠正我 哎 叫阿菊姐 我已收她 足够了 原来那汉子 是阿菊的丈夫 红太太穿着一件 蓝布中式棉袄照衫 发际 剪成革命头 看上去 挺像一名 小学校长之类的人 哎呀 亏得他们搬进来住 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抄完家呀 钞票一分也不剩 人也给弄得半死 我呢 正在哭 阿菊跑来对我讲呀 把他男人叫来住 他男人是工人 人家不会欺负我了 我说我怕连累他们 他讲呀 我反正是做用人 再坏 也是做用人 阿拉伯哈 真亏的阿菊一家呀 哎呀 红太太 阿菊姐 不好意思地打断了 说过几次了 别叫红太太 叫我继娘 啊 阿菊 憨憨憨地笑 不敢 也叫不惯 我每月 只有十八元生活费 得靠他们两口子养我 他们自己 还有两个孩子呢 红太太深深叹了口气 唉 我怎么会落到这地步呀 要是早点出来工作 也不至于弄到现在 没有一点收入呀 红太太留我吃了夜饭走 她还改不了那留饭待客的习惯 阿菊夫妇 带着两个天真可爱的女孩 在家红太太和我 六个人团团围着那方桌 二菜一汤的家常菜 又为我添了只炒鸡蛋 蓝幽幽的八瓦日光灯 柔柔地照着我们 红太太不时为两个孩子夹菜 炎然一个慈祥的祖母 似乎听见小孩们叫她 嗯啊 我好生奇怪 红太太解释道 那是妈妈的意思 我喜欢他们这样叫我 孩子们趁势故意一阵嗯啊 叫得红太太没开眼笑 我感到似乎红太太 从没有这样舒心的笑过 她的女婿只是闷闷地八瓣 一声不吭 但我告辞了 她却抢先下去 一路开亮了扶梯的灯 我女婿没有啥文化 粗着一点 人是极好的 红太太 红太太敲声对我说 不用怕她的 回去把情况跟哥嫂一讲 他们对红太太佩服到极点了 哎哟 这红太太能屈能伸 真是能人哪 后来我成家了 有了家务和孩子缠身 连哥嫂处也懒得走动 更别说红太太处了 1982年 父母第一次自美国回户探亲 老友们总要相聚一番 自然也邀了红太太 十年动乱 老朋友间很多也因此断了来往 借此大家又互相联系上 可红太太却迟迟不露面 红太太怎么还不来呀 等着她重新出山呢 哎 你们不晓得 她是出名的美雷芳吗 正焦急着 红太太来了 由阿菊陪着 她穿着一件毛茸茸的马海绒大衣 里面一件紧身黑软段丝棉袄 虽然头发乌黑 但看出是染过的 老到底老了一点 但仍然优雅高贵 众人纷纷起力与她招呼 她却推出阿菊对大家一一介绍 这是我的干女儿 起料入席时 竟没有阿菊的座位 阿菊啊 外面去买碗面吃 两个小时后 来接红太太 人们关照阿菊 哎 挤一下 红太太却自顾自地把她拉上席 向服务员要了副碗筷 众人颇为恶然 空气有点尴尬 讲是新社会了 但这种圈子里 自由铁一般的规矩 热炒还未上完 红太太就推有事 早退了 众人开始议论起来 哎哟 怎么跟佣人攀起轻了 她可是老婚了 这有啥稀奇的 她自己本来是和佣人的出身 差不多的嘛 哎哟 跟佣人住在一起 弄得自己也小家子气了 竟然自说自话起来了 这些可怕的谗言 就这么就着韭菜 从他们嘴里轻飘飘地冒出来 我忙忙拉起自己孩子 脱骨离去了 前几日 我一个女友迁新居 恰恰搬在红太太弄堂里 我顺便弯过去望望她 哎哟 九九来了 她很高兴地把我迎进去 一头银发 使她显得庄重慈祥 她讲到现在不染头发了 总归老了 弄不好了 她拍拍头发说 阿菊姐 客气地为我张罗茶水点心 还是久久想着我 过去的老人嘛 也只有你想到来看看我 你儿子很大了吧 哦 十岁了 我同时一起 我十岁生日的光景 告诉她 当时是夺目为她的漂亮而震惊 她淡淡一笑 过去了 她告诉我 开出几个老人还来邀过她 而今一切活动又恢复了 甚至搓麻将跳舞 但她都谢绝了 推说老了 腿脚不方便 其实啊 这真是花钱有比怎光啊 阿菊一个人够忙了 我别的忙帮不上 相帮她织几件毛衣还是可以的 亏她对我如此的好 他们自己节约得很 知道我的嘴巴是吃焦的 每顿总有一只我的专菜 轻生女儿 这样好也少的 她拉着我的袖口 挺感动地讲给我听 手上却不停地打着剑小毛衣 红姜妈 坐啥活剑啊 一个灵人走过她的房门 就学进来坐一会儿 哦 孙女儿马上要养了 给小毛头做的 哟 第四代了 红姜妈 好福气啊 是啊 红太太得意地应了一声 甜甜地笑了 可以让小毛衣 我相信现在 这就让我想起碟 给小毛衣